五一勞動節才剛剛過完 今天就有勞工在勞動部陳情 英業達自救會不滿英業達 去年每股獲利創下近6年新高 卻在今年3月底無預警 資遣了200多名的員工 讓這些勞工面臨中年失業危機 賺10幾20年了 加發兩個月 各位這叫優惠嗎 英業達前員工氣氛大喊 前公司實在沒天理 將近50位英業達自救會 在勞動部大樓前抗議 又看似高獲利的筆電大廠 在3月底資遣了200多名員工 卻還在人力銀行開職缺 這讓資遣員工相當不滿 強調英業達根本沒有安置員工的誠意 公司在人力銀行方面 還有上百個職缺 還有100多個職缺 裡面有將近2、30個職缺 是我們這些被資遣員工 所以可以轉任的工作 一味著對外放話說 他們已經妥善安置 我們資源接受相關資遣 還猶豫勞基法 根本就是糊弄社會大眾 老闆賺錢 勞工失業 勞工失業 英業達自救會高呼口號 認為老闆賺錢 卻讓員工失業實在不合理 一度強行要進入勞動部陳情 警察嚴加戒備 最後勞動部讓世衛自救會代表 進入協商財 讓衝突緩和下來 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的部分的話 因為根據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第二條的規定 目前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是沒有違反這個大量解大解法 我們所謂簡稱的大解法 工作條件的一個變更 事實一個業務性質的一個變更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縣市政府能夠協助我們 來做一個釐清 英業達勞資雙方 將在5月8號召開調節會 勞動部也會介入協調 但資方能不能有所回應 一舉一動都牽動資遣員工的權益 經紀日報葉正華台北報導 總統 除了